大家好 之前呢经常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我们在夏季养鹤旺男给他浇水的时候 一定要避开中午这个时捐蛋 因为中午的水温和土温的话相差过大 而如果这时候浇水刺激到根系会引起生理性的干旱 所以呢 一般建议大家给鹤旺男浇水的都是在早上或者是 傍晚的时候比较凉爽的这个时候呢再来浇水 但是如果我们在中午的时候发现你的鹤旺男盆土已经非常的干了 而且叶片已经因为缺水了然后出现了一个泪卷的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到底能不能给它浇水了 不浇水可能它就干枯死了 那么如果浇水的话又担心会刺激到它的根系 这个时候我们最简单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做好这一步就可以了 是要做好哪一步呢 这个时候我们要先把你的鹤旺男把它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然后呢我们要准备好这个水水温和土温一定要相接近才行 如果水温土温相差过大的话呢对植株生长特别不利 那么我们将这个水温呢适当的升高一点 给它适当的加热或者是呢把它放在太阳底下晾晒一段时间再拿出来 这样子再来给你的这个鹤旺男浇水就不会刺激到它的根系 而且鹤旺男的话呢它在植株特别干的情况下直接浇水的话呢 它对植株啊不会造成任何的损伤 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呢可以放心的浇水不用担心 浇完水之后呢也不能够马上把它放在光照非常强的地方 这个时候还是要把它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 让植株吸饱水分啊恢复一个生长了 然后等到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再把它移出室外就可以了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期见